从掌握着国家的政治力量 到拥有至高无伤的权力 再到以万五千名家族成年的皇族 我们的世界上其实存在这几个实力显赫得超乎想象的大家族 他们有的是享有盛业的行业巨头 有的甚至拥有足够的财力去开打一个战争 而且有些已经有数百年的辉煌历史 你好,我是阿佑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10个世界上最实力显赫的超级家族 你还知道谁是最强家族吗?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克鲁伯家族 克鲁伯家族长期以来一直是德国的工业巨头 主要垄断了钢铁行业 他们家族始于1587年 当时加利里的一名成员在欧洲黑死病流行期间购买了废弃的房地产 他的后代则利用这些房地产发家 后来又进入了军工行业 1816年 克鲁伯家族开始从事钢铁行业 到19世纪末 克鲁伯集团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商 他们为纳税德国建造了坦克和战舰 而且这个家族还私下里为希特勒提供了支持 在二战结束时 他们的工厂被摧毁 但后来又得到了重建 尽管这个家族的辉煌期不在 但他们仍是钢铁工业的巨头 塔塔家族 塔塔家族也在钢铁行业有所成就 拥有印度最大的钢铁厂 而且现在他们的业务范围更广了 他们拥有一家 名为塔塔集团的大型控股公司 该公司的业务范围广泛 涉及钢铁 汽车 机械 电脑 石油开采 航空等领域 其总资产价值超过了1200亿美元 随着印度经济的崛起 塔塔集团的业务也在真正日上 他们的商业成功 也为他们带来了政治影响力 作为一家全球货企业 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洛克菲勒家族 洛克菲勒家族是首屈一指的金融乐剧头 他们家族的创始人是John Rockefeller 他虽出身贫困 但后来却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人 他的Standard Oil石油公司 曾一度控制着美国90%的石油 他的许多后代也都成为了金融界和政界中有影响力的人物 这也就是为什么阴谋论家对他们都很着迷 洛克菲勒家族拥有全球价值最高的房地资产 并且一直是美国首屈一指的财富家族 他们的富裕程度可是巨大的难以想象 肯尼迪家族 肯尼迪家族曾是对美国这次影响最大的家族 从1947年至2011年 根本就是他们的王朝 整段年份至少有一位家族成员担任国家的一己之物 如参与员或州长 那么与其他家族不同 肯尼迪家族只有在政治上拥有直接权利 但问题是也许你肯定不会想成为肯尼迪家族的一员 因为现在这个家族就是一场悲剧 这家人不是被暗杀 就是在恐怖事故中死亡 而且有的家族成员有不良嗜好 萨巴赫家族 萨巴赫家族自1752年到至今为止就开始统治科威特 换句话说他们在科威特就是拥有绝对权利 作为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 统治科威特意味着拥有五金财富 虽然他们并不算是一个国力十分强大的国家 而且还处于极其不稳定的动荡区 但由于其战略地位 它仍就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 布斯家族 自从布斯Jab失败后 布斯家族似乎已经淡出了大家的视野 但他们仍对美国的政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事实上他们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王朝 布斯家族出现过两位总统 并且还有成员担任过州长和参议员 除此之外 布斯家族还涉及了其他的业务 他们许多家族成员都在大公司担任行政制务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一位亲戚在塞勒姆审务案中被处决 罗斯柴尔德家族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乃至世界九富盛名的金融家族 其家族属于18世纪 其创始人是一位白手起家的银行家 当时他派自己的五个儿子到欧洲五个不同的国家开设了银行 然后随着家族金融业务的发展 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也随着扩大 在许多欧洲国家 他们相有和贵族一样的待遇 有的甚至还被授予了男爵封号 其中一些头衔至今还保持着 在维多利亚时代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私人财富达到了世界之罪 所以至今他们仍作用巨额财富 沃尔顿家族 沃尔顿家族拥有沃尔马百分之五十二的股份 你可能会想 所以是什么让这个家族那么的强呢 那么沃尔马是一家巨型连锁超市 起2016年的收入就达到了近五万亿美元 那么金钱总能带来权利 而沃尔顿家族的财富 价值就超过了1300亿 所以发展如此之后 沃尔顿家族也离不开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科斯家族 你可能会惊讶 科斯家族竟然也会榜上有名 1940年 Fred Koch白手起家 创建了科斯工业 那么他虽然已经去世 但公司仍然由他的子女接管 那么持美国集团 实际上是美国的第二大私人公司 收入超过了1000亿美元 他们在政治上也非常滑跃 为政客们提供巨额的竞选捐款 一直获得政治影响力 那么政客们之间经常会相互竞争 目的就是为了要争夺 科斯家族的资金支持 换句话说 政客似乎已经成为了科斯家族的傀儡 沙特家族 沙特家族是沙特阿拉伯的统治家族 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甚至连国家的名字都以他们的名字命名 那么这个大家庭有15000名成员 沙特阿拉伯石油资源丰富 所以统治这个国家 也意味着可以拥有五金的财富 他们甚至拥有足够的财力 去开打新的战争 就正如他们针对野门的干预行动 在国际上 沙特家族对北约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基本上 他们的家族可以说是为所欲为 你还知道谁是最强家族吗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打开吧 拜拜